国库控股研究学院公布最新研究结果显示 以家庭年收入中位数和房价中位数相比 我国的房价对收入比高达5.5倍 远高于可负担房屋价位不应该超过家庭收入的三倍 反映出我国房价高如天 消费者只能旺屋心探 财政部副部长李志亮今天为优质房屋展销会开幕后透露 政府为了打房推出包括发展商利息承担配套 提高印花税等系列措施后 房地产市场从去年起就持续疲软 根据国家地产资讯中心报告 今年首9个月的房产交易量超过24万间 较去年同期下跌11.8% 而交易总值为953亿7千万令吉 同比减少16.4% 而住宅的交易量和交易值同样锐减 各下跌14%和11% 其中又以吉隆坡 雪兰儿 柔佛 槟城等城市的房产销售跌幅最为严峻 唯有土地开发交易值逆流而上 出现五倍增幅 无论如何对于明年房市展望 副部长不表乐观 尽管房价一路高涨 李智亮认为国人买房需求和热度不减 尤其50万令吉以下的可负担房屋就占了房产交易的80% 为此他呼吁发展商响应政府政策 新建更多可负担房屋满足市场需求 八度空间 谭凯倩 万达正报道